来 见过大楚 摄政王殿下 大莫万岁 吾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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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皇 为何要向他行礼 皇姐 王叔 你 你这是在干什么 母皇 不得无礼 退下 大莫万岁 大莫万岁 吾皇万岁 大莫万岁 吾皇万岁 声声吧 早至今日何必登出呢 我跟你的账 也该算算了 我莫国 是小禅落 当初留下 书成世子一命 也预想到了 今日这一切 既如此 本王还得感谢你 将他作为魂器了 变作魂器 总好过战死沙场吧 既然这样 应该也留下了 让他回来的办法吧 莫如殿下 你当年是否跟书成世子交过手啊 当年四国联军中 本宫统领右翼 两次击退 书家军突围 大黄姐 大黄姐 你若敢轻举妄动 所有的人人头落地 你一个人抵抗不了千军万王的 我是抵抗不了千军万王 但我可以用自己换 换你放过我母皇还有黄姐 放过我大默所有人 好 他的命我可以暂且留下 莫国我也可以放过 但 你得将他还给我 还有让当年所有围攻书成的莫国使臣都付出代价 否则 这个世上再无默认 一个莫回 还不能熄灭你心头怒火吗 书成和莫回 只能选一个 阁下要如何选 我输了 将他还给我 再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又能阻止兄长呢 见过左相大人 见过二位公子 苏星 你也是他的人吗 下臣忠于大楚 摄政王殿下乃皇族血脉 下臣自然忠于他 连我的进尘都是他的人 难怪我输得这么彻底 非也 左相大人以身犯险麻痹敌国 以致我军能够绕后突袭 报了当年大楚之辱 大人鞠躬至尾 到头来还是为他做了嫁衣 我用尽全力突袭别人 甚至精卫营都出动了 他却趁机占领了都城 甚至控制了皇上 对吧 他就不怕我不乱反正吗 左相和陛下都在掌控 再加上多年来经营的朝中和各州势力 暂且稳得住局面 大人不必担心 摄政王殿下曾经说过 大人一腔忠义 却始终学不会皇雀在后的道理 若是他还在 绝不会让人被辞于我 如今形势如何 莫皇求和 愿处置当年围困世子的所有人 大皇女莫如已被斩去一臂 其他三国呢 只会更善 哪怕是一国之军 也要追究到底 凡请苏大人给他带句话 这绝不是书城想看到的 我沿着书城的路 岂战未止战 叔父师弟边塞安宁 并不是为了衍生出世代的仇恨 虚致 凡事不可待继 殿下知道大人会这样说 他已有回应 世子仁慈美名不败 他只要复仇 所有恶行骂名都由他来担政 肃靖 你一定要劝解他 我带兵偷袭各国以施耗尽国力 皆好不说挑起更大的战士 只会将所有人拖入无休止的战争 一切变成焦土 包括处国在那 摄政王殿下曾经说过 若是寻不回世子 不论